接下来就是人家关心的是 这公司的愿景 就将来为了变什么样子嘛 我有什么好处嘛 这个愿景是阶级的关键 愿景 不听愿景 加入你们公司的员工 尽量扫杂品 如果他这个都不关心 他只关心下班的工资在哪 你就前面的一帮员工找错了 一个领导者的职责和价值是什么 绝不是给部下发工资和奖金 而是给他愿景和信念 因为当你觉得是你在发奖金时 部下却觉得是他在挣奖金 只有愿景和信念 是由领导者最应该给予部下的 对于管理者来讲 愿景已经成为他们所必须的一种职业期许 一种感召力 让员工对公司更有认同和归属感 对领导更加信赖 从而调动起员工更大的工作激情 使其更加努力的工作 当我们谈论管理学的学习和实践时 书籍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而在众多的管理学书籍中 我认为最值得推荐的当属 领导力 在领导力这本书中 你将找到管理的智慧和启示 无论你是一个初级管理者 还是一个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高级管理者 你都会在这本书中 找到对你有帮助的内容 这本书指在帮助你提升管理能力 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组织目标 从而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取得成功